强逼观看学习强国他写程序刷分逃避遭刑拘 小编提醒,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多谢您点赞,欢迎您评论 2019年3月22日,在学习强国软体上,关于习近平的每个内容都标注分数 通过阅读观看可以获得积分,用积分可换奖励,分数不足者将被通报批评 2019年3月5日,目前极部网站上有一款名为FFSK学习强国的软体十分火爆 谢绍形容是懒人刷分工具 中共官方推出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学习强国软件后 要求各政企、事业单位等全体成员安装,并用积分制度强迫使用者阅读软件文章和视频 网络近日出现外挂式自动刷分软件,反制官方此项洗脑工程 江西省一公务员因涉嫌编写自动刷分程式而遭刑拘 评论人士认为,这一位习近平的红宝书失效 学习强国已从低级红变高级黑 美国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周三报道 江西省一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安监局一工作人员 因编写学习强国辅助程序,用于自动刷分而被刑事拘留 报道指,被拘留人士透露,其工作单位在春节前下发通知 要求全体人员下载学习强国软件,并需要每天浏览视频和文章获取积分 要求员工每天至少获30个积分,少于30分将被单位通报 被拘留者因此而开发外挂程序置于网上 Front使用者不需浏览学习强国软件而可自动获得积分 开发者向每名使用者收取80到85元人民币 据宜春经济开发区微信公号显示 新年1月30日起,该区以组织喊你来上课为题 传达学习强国培训和推广计划 至2月3日完成全区党员注册和使用 并进一步向公众推广 本台记者致电宜春市经济开发区电话 对方确认全员使用学习强国并且有积分要求 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个都在用了,全部都在用了 这个只要学习就有积分 本台记者在向经济开发区安监局了解员工 因编写外挂刷分而被刑拘一事 对方短暂沉默后称不清楚 工作人员说,不清楚,不清楚 推特时评人士地址服LIFE地址服世界认为 这是一段荒唐的事 北京八九艺术家季风向本台表示,习近平在修线后其威望不断滑落,威婉颓势,执政当局意图对全民洗脑,但即使体制内人士对此也消极应对,体制外对此更是不买账 季风说,他从修完线后走下坡路,这点他们也知道 他其实是想挽回很多东西,就硬把你拉到他洗脑的轨道上去,真的是想硬拽回到他们所认为的正能量的轨道上去,那比纳粹还可怕 事实上他已经拽步回去了,现在基层上都是消极代工,不要说外部了 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全国范围内刷屏学习强国已是一项政治要求 显示习近平效仿毛时代,意图强行将全民的思想融入红宝书年代 但在信息时代,习近平的速神工程难达预期,网络出现很多刷分软件,学习强国也从低级红变高级黑 张立凡说,这就是一个由低级红变高级黑的案例,刷分的软件好像很容易开发 学习强国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过,可能就会出来这样的软件来胡弄 现在都21世纪了,你拿上个世纪红宝书那个办法怎么行啊 造神只有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圈子才有可能进行,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今年元旦,中宣布学习强国软件上线,其内容主要为介绍习近平思想及动态 在官方强力推广下,11月底该软件超越中国流行的微信、抖音等,略升下载排名第一的软件